字幕志愿者 李嘉誠 李嘉誠都要交保護費 馬提勞哭了口話 祖國好小香港人 香港各界捐款遲還 也是一種表態? 47人按譚文豪餐廳結業 網民感嘆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0日 星期四我是永恩 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別名謝Ringo的Super Thanks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干净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連結在這條影片的下面可以找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每次大陸出現天災人禍 都是當局典財的大好機會 本月7日 刑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佳 以個人名義通過中聯辦 向中華慈善總會捐款2千萬港元 事件被喉舌《文匯報》 大肆算驗一番 並在文章中披露 李嘉誠、李澤佳父子 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曾向警察福利基金 捐款多達9千萬 支持紀律部隊 止暴制亂 很多網民留言說 保護費誰敢不交? 《文匯報》稱 曾經向知情人士了解到 過去多年來 李澤佳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內地 都積極參與兩地的慈善事業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 李澤佳先以個人名義 向香港警察福利基金會 捐款5千萬港元 其父李嘉誠也透過李嘉誠基金會 捐款4千萬港元 用於支持紀律部隊止暴制亂 李澤佳本人其後 也向《文匯報》證實這一消息 李澤佳表示 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離不開紀律部隊 作為商界一份子 你應對他們的薪勤付出 提供支持 此外《文匯報》還表揚李嘉誠 在2020年初透過中聯辦 向大陸捐款1億港元 用於武漢防疫抗疫工作 據報導 警察福利基金會 2019年年度收到的捐款 多達1.79億 其中八成捐款 都是匿名捐贈 最大兩筆分別為2千萬的捐款 也是匿名捐贈 《文匯報》刻意曝光李嘉誠 捐款人的身份 由網民認為 旨在呼籲其他港商 效仿李嘉誠多多捐錢 又留言感嘆 現在在共匪地盤生活 肉隨針板上 保護費誰敢不交 藝人馬提路 還有愛國大家都知道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他 原來愛得多心 笑得多真 啊不好意思唱錯了 應該是 原來愛得多心 哭得多真 到最後 近日他接受內地電台節目《黎人黎語》時 講起自己的愛國情懷 竟然激動到哭 他耿煙地說 我真是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祖國一直都很疼我們香港人 馬提路還表示 內地在香港人提武水飲的時候 就提供東江水給香港人 有人反駁說要收錢的 馬提路就激動表示 英國佬就收錢啦 你猜他們真是對我們這麼好啊 他們只是誤打誤撞 看中了我們的港口可以連接去印度通商 他還認為香港之所以經濟起飛 不是他們殖民值得好 而是全靠上一代香港人努力打拼 馬提路的愛國真情表白 立刻引來大批網民留言反駁 看中國記者翻查資料 在2022年6月 市任發展局局長王偉論 在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港府過去五個財政年度 容易購買東江水的開支 由2016-2017年度的45.4億元 增加3億元 至2020年度的48.3億元 阿姐你知不知道 48.3億元可以建幾多個海水化淡廠? 大陸和香港政府經常宣揚 大陸供應東江水是對港人的恩德 但其實廣東省賣東江水給深圳的價錢 為每立方米9號錄 賣給東莞為5毫 唯獨賣給香港為4.8元 從2015年1月1毫起 東江水價增至5.5元 且至2017年再逐年加價超過6% 你說啦貴人家幾倍 到底是對港人的恩賜 還是當港人是水魚? 還有啊 賣了些受污染水源 處理費都很貴的 這個都沒跟他計 總之不說有自可 一說就把幾火 不如你試喝下味過濾的東江水 我想你一定會讚不絕口 哇清新 好有大自然味道 英國佬收錢 是咯 按照你的邏輯 英國年代最討厭的就是 給了9年免費教育給我們 荼毒港人 還要教港人學英文 學懂什麼叫民主、法制、自由 還有啊 英國佬用了百多年時間 將香港由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真是最大惡極 我們真是要好好感謝祖國 不用幾年就成功將香港打回原形 再次變成漁村 路信華齋 打斷你的腳 再給你一副拐掌 然後告訴你 沒餓你連路都行不到 所以你要懂得感恩了嘛 一場暴雨引發中國華北洪水遍野 災情嚴重 居民流離失所 今年香港民間的捐錢熱情不再 就連建制派和商界液態度冷漠 又分析揭示背後幾大原因 認為無論是建制派還是商界 都已對中共離心離答 截至9日向華北水災捐款的政黨 指有工聯會、新聞黨 各捐50萬港元 民建聯還沒有動靜 翻查資料 2021年鄭州水災時 民建聯曾捐贈500萬港元 商界方面 李嘉誠之指 營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佳 以個人命義捐款2000萬港元協助當地震災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主席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鄭家迅 以個人命義捐款2000萬元人民幣 而特首李嘉超和港府其他外國官員 均未發表對華北災情的慧民 也沒有提及撥款震災 有評論人士對看中國分析 出現常述現象的幾大原因 首先提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都沒有親父災區慧民 可見他並不重視災情 每天對習近平查現官式的李嘉超 和其他港府官員當然也保持沉默 畢竟現在的官員已經失去主動思考的能力 中央叫做什麼就做什麼 中央沒有明確表態 那些官員也不便出聲 免得多做多錯 而香港商界今次在捐錢上行動遲緩 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商界一向以逐利為目的 始終做生意不是做慈善 捐錢也是投資的手段 如果可以討得北京歡心 在大陸的投資項目 就可以暢通無阻 財源滾滾 但是現在大陸經濟衰退 外資撤離 出口大跌 房地產市場重現頹勢 通宿已成定告 過去20、30年大陸經濟蓬勃發展時 港商個個都想趁機撈一筆 悶聲發大財 如今大陸市運不濟 港商也無意投資中國市場 就連蕭穎青早前都透露 恆大欠中原三億 要追回真是凍過水 另一個原因是 香港商人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 中共的歷史運動 因此勞性不夠強 平時做事習慣在商言商 不過共產黨是絕對不會 平等對待港商的 當共產黨要利用香港商人的時候 就代之為常賓 比喻鄧小平曾在1986年和1990年 兩度回見李嘉誠 承諾一國兩制長期不變 希望李嘉誠作為商界權貴 可以幫忙穩定香港民心 讓香港在1997年順利過渡 2012年習近平掌權後 李嘉誠開始逐步從大陸撤資 中共官媒即贊民別讓李嘉誠跑料 還將其稱作蟑螂王 2020年前後 港商都要在各大報章頭版上賣廣告表態 支持中央的各大政治決定 等於失去了自由身 被共產黨的政治枷鎖 牢牢地捆綁著 評論指和共產黨打了二十幾年交道 上邊這些港商 已深刻意識到 他們在中共眼中永遠都是低賤的工具 沒有公平、沒有尊重、沒有信賴 一切由黨說了算 黨可以零你賺錢 也可以零你血本無歸 與其投資大陸 被共產黨挾持 不如放眼海外 至於建制派政黨 評論表示 他們一直是中共用來打壓民主派的工具 現在民主派被消失 建制派再無庸無之地 香港由中央全面管治 所謂搞兔死、走狗烹 即使他們表現當災中心 下場也不會好 所以評論認為 今次香港各界反應遲緩 也算是一種表態 證明他們已經對共產黨離心離答 因47人案 目前仍在還押的前立法會議員譚文浩 在王國開設的茶餐廳一日三餐 日前宣布將於9月30日最後營業 引發網民感慨 一日三餐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 感謝客人近三年來的支持 令他們熬過疫情 但經濟復甦步伐不如預期 加上食材價格不斷上升 人手又持續不足 而且加租 令經營配點壓力 因此他們無奈作出結業決定 鐵文還表示 為確保訂購了中秋月餅的客人放心 並能預期取貨 他們會短暫續約 直至9月30日結束營業 最後他們在鐵文中表示 我們忠心感謝各位有心人 對一日三餐的愛護 但願在結業前一段短日子 在於餐廳見見大家 讓我們好好講再見 不少網民留言表示 好我們一定支持你 希望你是暫時結業 等到光復時再隆重開業 而更多的網民 就為譚文豪和47人案感慨 有網民表示 真是無陰功 這樣就錯了三年 47 沉重的數字 供你何載? 也有網民留言祝福 天猶疑人 願主由譚文豪和家人 有日得已平反 和家人團聚 勿忘初心 在炎寒紅線之下 良前的你 能發光發亮 繼續緊扣相連 好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多點留言 和按下個super thanks 我們明天見 ! 組成金 陳山 李宗は 伊公 ! Daddy 李宗 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